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遇见人有了生命 有时候想要有多深的缘分才能在今生见一面 要有多大的福分才能每天在一起 如果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那今生日日夜夜的陪伴又需要前世多少次缘分的积累 缘真的妙不可言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人活一世 你只需记住三个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人这一生 会遇到的人千千万万 于这千千万万人中 收获了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 遇见父母 收获世界上最无私的爱 遇见贵人 收获帮助与建议 遇见朋友 收获真心的陪伴 每一份相遇都是上天的恩赐 每一份恩情都要铭记于心 及时回报 俗话说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受人恩惠 理应治恩图报 说白了 人生就是个还债的旅程 得到多少恩惠 就要归还多少 不付不欠 方能问心无愧 父母养育之恩 有人说我们这一生 亏欠最多的人 就是父母 诚然如此 父母之恩大于天地 我们的生命 是父母给予的 我们健康成长 是父母养的 父母对我们的这份恩情 重于泰山 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偿还 小的时候 父母对我们无私地奉献 他们所有的爱 父母老后 我们也要尽自己所能 去回报他们的爱 在咸鱼经中有言 慈心孝顺 供养父母 殊胜难量 孝顺父母 是子女的最大的福田 包容父母的不足 用心呵护父母 就是在积攒自己的福报 维护自己的功德 要知道 每个人都会有变老的一天 善待父母 何尝不是善待自己 孝顺父母 就是给自己的子女做榜样 孩子长大后 也会对你孝顺 有道是 养育之恩大于天 百善之手 孝为先 孝敬父母 事不宜迟 善待父母 刻不容缓 不要等到子欲养 而亲不戴的那一天 才懊恼 对他们亏欠太多 当初 没有多用心 和珍惜他们 人这一生 亏欠父母的太多了 他们付出 不求回报 他们给予 没有所求 为人子女 一定要好好回报 父母的爱 偿还父母的恩情 父母老了 对他们多一点耐心 少一点不耐烦 趁父母尚在 多回家看看 多陪伴他们 及时尽孝 别给自己留遗憾 贵人提携之意 人生路漫漫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会遇到一些 难以逾越的难关 每当这时候 你就会看清 身边的人 谁是真 谁是假 这世间纷纷扰扰 锦上天花容易 患难相扶 难能可得 人生最贵的 不是财富 不是地位 而是当你身处低谷 有一个支持你的人 有一束 照亮你前行的光 有些人对你好 是因为你有利可图 当你没有了利用价值 必然会被一脚踢开 有些人对你好 不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 他认为你值得 所以愿意 为你伸出援手 生命中那些 对我们不好的人 要趁早远离 对我们好的人 一定要好好善待 明星孙丽 曾经资助过一个 家境困窘的少年 当时 少年正在上高一 但是却在餐馆 最肮脏的角落刷碗 只为换来一顿饱饭 孙丽看到这个报道后 特别心疼孩子 说孩子面临考大学 要是辍学就太可惜了 于是便开始资助 进入大学后 少年内心开始膨胀 把孙丽当成摇钱术 谈恋爱 打游戏 买新款手机 甚至在十天内 跟孙丽要了三次 共计一千块钱 数额远超过 一个学生的日常所需 孙丽得知后 停止了资助 少年恼羞成怒 主动联系媒体爆料 用舆论道德 绑架孙丽一家 而且还在网上 编造黑料 造谣报复 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孙丽 因为此事 成为各界指责的对象 还好后来 有知情人出面说出了真相 才让网友知道 被资助的少年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白眼狼 而孙丽也是因为此事 不敢再轻易资助别人 改成资助流浪猫狗了 人心不足舌吞相 这些受恩惠的人不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什么是必须应该的 别人的赠予和帮助 我们要珍惜 而不是一味索取 俗话说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在落魄的时候 伸手拉我们一把的人 更是应该心存感激 及时回馈他们 毕竟没有人有义务要这么做 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都是人生路上的贵人 他们会在我们无助时 给我们力量 会在我们迷茫时 为我们指引方向 正因为有他们 才会有如今的我们 贵人之情 至真至诚 值得我们一辈子 牢牢记在心中 贵人之恩 至深至切 一定要记得回馈 用心珍惜 世间的一切都是流动的 得到善意 也要付出善意 有来有往的感情 才能长久 朋友相知之情 人活着 总有许多 无法向家人诉说的委屈 旁人不理解的伤痛 无处宣泄 无人诉说 只能自己 默默承受和消化 有时候 并不是不累 也不是不难 可那又如何 谁都有自己的苦 谁都有自己的难 少有人 会真正在意 你内心的感受 愿意听你诉苦 为你分忧 大多数人 都是表面上 客客气气 饭桌上 说说场面话 能够同甘共苦 真正称得上知己的人 可谓屈指可数 就如白居易所言 平生之心者 屈指能挤人 大千世界 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 相遇相识 更不是所有人 都会和你 志同道合 不理解你的人 他们不会真心 体会你的感受 欲世只会 冷眼旁观 落井下石 只有知己 才愿意理解你 信任你 无条件 站在你身边 做你最坚实的后盾 很喜欢一句话 山河不足重 重在欲知己 人生路漫漫 有知己的陪伴 才不会孤单 疲惫时有人体恤 委屈时有人安慰 得意时有人欢呼 失意时有人依靠 如若人生能得意知己 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 如若你能拥有这份幸运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仅要用心 铭记别人对自己的好 更要用实际行动 回馈别人的真心 人生是个还债的旅程 获得温暖 要报以真诚 得到真心 要报以真情 生活中常会听人感叹说 与人相处真难 太复杂了 其实不然 人与人之间 无非是一场 以心换心的过程 生命是一种回生 你归还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你付出多少 就会收获多少 懂得回馈 是对良人的珍惜 知恩图报 是对真情的重视 宫崎俊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在茫茫人海中 相遇 相知 相守 无论谁 都不会一帆风顺 只有一颗舍得付出 懂得感恩的心 才能拥有一生的爱 和幸福 人生是个还债的旅程 得到的同时 要懂得及时偿还 不拖不欠的情意 才能延续 珍惜才会拥有 感恩才会天长地久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